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叶家恩传道 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是阿摩斯书六章一至十四节 这个经文是阿摩斯书的核心经文之一 由于在原文里面 这个经文是以祸灾作一个开始 因此在这里被称为第二个 祸灾的神谕 而第一个祸灾神谕是记载在第五章 耶和华透过先知 阿摩斯继续去审判以色列家 阿摩斯先宣告 犹大和以色列中安日奢华的人有祸 好了 那些安日无忧的人 知以为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 是十分之辉煌呼强 处于坚不可取的地理优势 更加是列国之首 然而耶和华就让他们留意 其实被撒玛利亚和以色列更强大的隔离 哈马和菲尼士等国家都已经被毁灭了 那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能够阻挡神 定义要刑罚他们呢? 只是这种很荒谬的叫众致满 以色列人认为降祸的日子离他们很远 因此他们生活得非常无道 例如富有的权贵躺在张牙床上面 在当时普通百姓通常只是直地而祸 甚至那些人是很慵懒地伸开他的四肢 那些在床上面吃尽羊肉和嘔毒的肉 那以前一般的人都是吃些大麦 小麦和蔬果去维生的 就算吃肉都要留在一些很大很欢庆的场合 那些人还要欣赏优美的音乐 甚至用大碗去给一些狂欢的人 可以令到他们冥顶大罪 那他们还用可能过滤了很多次的上等的唇香油 去查身体作为一个可能护肤或者闻香的用途 那这些的领袖 那些财主他变得很爱这个宴乐 却不爱神 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同胞的受苦 甚至是社会上的问题 上帝以恨乌雅各的荣华 厌弃他的宫殿 来到表达上帝的怒气 因此阿摩斯宣判为这些在国中为首的 藏来都首先被老 他们被老的时候 四围都是尸体 甚至是因为传染病或者是疫症的横行 而那些尸体被焚化 没有办法可以替死者好好的下葬 当亲属领围体的时候 甚至不敢去提及业和话的明智 怕他再次去捉路神 那我们可能又在想一下 那有舒适的生活方式是否错呢 我想关键是在于使用者的心态 当我们开始对眼睛只是望起物质的满足 沉迷起优质的生活方式 自傲起自己的能力和权威 这种的安逸感 是令我们很容易觉得 不需要神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甚至如果只是享受个人的富裕 他毫不在意社会的问题 轮舍的苦楚 这些都是会出事的心态 经文又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都在哪里 他提醒我们 当我们的心跟着世界上的物质享受 赚取很多的金钱 反而会忘记问自己 今天我在哪里看见基督呢 今天我在哪里以基督的心为心呢 那我们来到第六章的第二小段 即是十二至十四节 在十二节里面 阿摩斯指出 以色列加的另一个被审判的原因 是他们刻意地颠倒公平 毒害自己的司法系统 阿摩斯以两个不合理的法问 去带出他们这麽荒谬的行径 就是说马哪里可能会在容易挖到的 一个光滑的岩石上面奔跑呢 农夫也怎样会在岩石上面用牛去耕地呢 根本上是不合理的 但是这一帮以色列人 就是这麽不合理的 不去秉行公正 令到公正腐化为很苦极的苦胆 难以吞下去的殷层 他们还要自夸自己 他们以为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 但其实那些是很微弱的 很骄傲地认定 没有人能打败他们 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就宣告 以色列加将会被一个国家击倒 阿朔人将会由北方的哈马口 直到南方的阿拉巴河谷 毁灭了以色列全地 那我们都有这个总结和默想 当人的心只防止自己的享乐 或者是一些虚佛的能力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心就放错了地方 于是他们的决定 就会自然地偏离了正道 愿意我们的心都放在对的地方 甚至所无的对象是我们的父神 甚至关心的对象是我们的轮舍 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 我们深知所无的天父上帝 求你先去视察我们的内心 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私欲 让我们可以将单纯专一的心思 放起你身上 主啊 当我们很疲惑的时候 可能对周围的人士 越来越的难忘 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 圣果一切 带领我们去调节 生活的重心 我们愿意为主 每日都留起一些的时间 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问下自己 今天在哪里遇见你 让你的拥抱更新我们的目光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 阿们